你知道火灾发生的时候要往上跑还是往下跑 以及可不可以躲厕所吗 以及你知道消防员平常的工作都在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邀请了在台北市永吉分队服务的限职消防员博谢 哈喽大家好我是博谢 那担任消防员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在担任消防员的这几年当中呢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民众他们对于防灾知识 还有像一些救护的技术技巧观念方面 其实都是相当不足的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和好生活的朋友们交流交流一下 那我们要玩一个游戏 那现在这游戏呢就会有惩罚 所以刚刚我才知道买了这个苦茶 待会我会准备了8个问题 如果回答错误的人他就要喝苦茶 答对技术最少要最好结束之后 还要参加消防医护士地警察 哇 感觉今天很硬 为什么要喝苦茶 因为呢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民众 不知道消防员在做什么 以为我们很凉和爽 整天上班就是看报纸护士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 不懂得消防员苦在哪里的人 可以喝下这口苦茶 来苦民所苦 认识一下消防员到底工作有多辛苦 好 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就是要开始了哦 好 第一题 请问以下哪一个是消防员工作室的经济水果 A 水梨 B 凤梨 G 莫梨 D 五号 B 凤梨 好 A 水梨 为什么是水梨呢 因为水梨平间不是有代表分离吗 消防员应该不太想要跟伙伴分离 你是说消防员很怕经历生理时间 对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觉得是凤梨 因为凤梨就是有很旺的意思 所以大家希望暗间不要再 这边也有一点道理 好 那我们工夫答案 正确答案是 B 凤梨 为什么 好 那你赶快喝 我不要 好 为什么答案是凤梨呢 因为凤梨在台语念作 Ong Lai 也就是有旺的意思 那我们消防员其实 工作非常繁忙 有很多火警或是救护工作 都需要我们出勤很累 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这些灾害 能够越少越好 会像医生跟护士 对 医护人员其实都很怕凤梨 接下来是第二题 请问下面哪一个不是消防员的工作内容呢 A 紧急救护 B 预防宣导 C 抢救灾害 B 捕风抓蛇 请抢答 C 好 A 为什么你觉得 紧急救护不是消防员的工作呢 那个救护车 哎 你不太了解 因为其实消防员也要做救救护的 但是消防员只有捕风抓蛇 你们要开车 因为他本人只有抗疫消防员 好 正确答案是B D 捕风抓蛇 好 那我让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消防员在消防法第一条 就有明定我们的三大任务 分别是抢救灾害 火灾预防 紧急救护 这三大任务才是我们消防员的工作 那其他呢 像捕风抓蛇等等的卫民服务 本来不是我们消防员应该做的喔 那为什么大家好像都会看到消防员在捕风抓蛇呢 其实是以前啊 原本的业务单位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被我们消防署拿回去做 那才会变成大家看到的这个底下 那最近呢 其实在消除会的努力之下 我们也很努力的在推动让这个 捕风抓蛇的业务能够回归到农政单位去 所以以后有看到蜂蛇需要处理的话 麻烦不要找消防员喔 那要找谁 就找萌业单位 接下来自第三题 下面哪一种情况才需要掉消防员呢 A操场的地方太张需要清洗 B吃辣掉面太辣肚痛痛受不了 C猫咪在柱上爬不下来 D家里面发生火灾 好 请抢答 我这个有点不准备 这太简单了吧 好 火灾啊 那这边的答案是 我觉得是火灾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吃辣吃辣会很痛 应该也可以叫救护车吧 因为如果他真的很危急的话 是不是很谨慎 那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其实是 D B 两边说答对了 所以我没有弄对 这样说半狗了好不好 他这样不对 半对他会半狗 有助前提错一个选项要跟着后分 对 跟着后分半狗 大概就一直不能叫救护车了 那其实你吃面吃到肚子痛啊 这种算是小伤小病的部分 小伤小病 所以其实可以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自行就医 因为我们的紧急救护车是非常有限的 希望大家不要滥用 好 好 请接受了 你要喝半口 我喝半口 喝喝看 我刚喝这么大 好次你试试看 就 würd 到底是怎么做的啊 到了 Donc 真的很苦 下面进入到第四题 嗯 OK 那 请问 发生火灾的时候呢 我們要逃生嘛 那該往哪個方向跑呢 A 往上跑 離開建築物 B 往下跑 離開建築物 C 往左跑 離開建築物 還有D 往右跑 離開建築物 好 想好了嗎? 請搶答 應該是往下跑 B 喔 兩個人都回答B 為什麼呢? 雅琳說一下好了 因為如果你往上跑 是不是你就會 比如說你到屋頂了 那是不是你就更不知道要怎麼逃生呢? 好 OK 這一題觀念大家都非常的正確喔 那是說慢點 正確 答對 所以答對 答對是主持人要喝這個 對 對 對 大家也想看 新的 新的 來 喝一下 這個啦 喝這個 某如記的劇本也沒有聽到 讓你苦 這個比你平常都公共苦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苦的 說不下去 我們要做一個概念證據答案 他很苦 但是沒有比我剛下班還好 喔 太辛苦了 對 像他你公司太長了 那我們來解答一下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是 B 往下逃 為什麼 那 往下逃呢 才是離開建築物的最佳策略 因為 因為 那邊都是有火嗎? 好 當我們到逃生的時候呢 煙 往上升 因為他是受熱嘛 會往上掉 所以往上升的速度 會比你往上跑的速度來得快 所以你選擇往上跑的話呢 其實你是跑不過煙的 那像最近的新都動畫的火災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在 頂樓的樓梯間 被嗆昏 然後暈倒之後就不幸的身亡 但是我有問題 那如果往下逃 你不是就等於你往火裡面衝了嗎? 那這樣不是也很危險嗎? 好 這是一個好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在逃生的時候呢 進入到樓梯間或是通道的時候 要先觀察一下有沒有火跟煙 那其實在火場裡面 最厲害的討好殺手其實是煙 如果你看到很濃的煙出現在你的前面 就不要再往外跑了 這個時候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關門留在室內 然後等待救援 OK 然後如果你發現通道沒有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往下逃生 好 所以也不一定是往下 要狂狂的話 好 接下來第五題 火災發生了之後 如果發現農煙蜜是無法跑出 這時候你應該要怎麼做呢? A 撥開農煙離開現場 B 關門待在室內 C 找到時髦機 環遊鬼迪屋兜然後逃跑 D 用塑膠袋頭隔絕農農煙蜜 好 請作答 登登登 因為剛剛好像有 打 謝忌 我剛剛有說就是要關門待在室內 會不會最安全 喔 塞皮可是電影是這樣演的 就是要 聽到我剛剛這麼正確的說明 你還是覺得我自己自己 我就是要犧牲我自己 讓大家知道正確的 犧牲自我的精神非常可嘉 那就喝一點點就好了 喔 真的嗎? 這倒是可以 好看 好 那你一邊接受懲罰 我一邊來解釋 我想知道為什麼 用絲毛巾汙住口鼻不行 好 那其實大家想想看喔 如果 絲毛巾汙住口鼻 可以讓你從火場拋生 然後不會吸到任何的濃煙 那你想想看 是不是你汙住口鼻的時候 其實你也吸不到空氣 這不合理嘛 對 所以其實用絲毛巾汙住口鼻 是沒有辦法阻絕濃煙 跟他所帶來的毒氣 所以電影都會亂演 對 電影很多都是錯誤的觀念喔 大家一定要遵守 想法源的正確的宣導 好 第六題 如何在熟睡的狀況之下 發現火灘命的即時討生呢 好 A 養隻狗 B 周公會叫我 那個都不要再下棋了 趕快衝 好 接下來C 在居室裡面裝設住宅用火灘提高器 D 我自己會吸 好 請作答 我不知道應該是要選哪一個 他們都帶大叫吧 都帶大叫 對啊 應該是C吧 欸 狗應該也會大叫 只是叫我還是想要養狗對不對 正確答案呢是 C 裝設住景器 住景器會大叫嗎 好 那基本上呢 現在我們各縣市的消防局 還有消防署都有在推廣住景器 住宅用火灘提高器呢 現在大家可以到各地的消防分隊 去問問看有沒有補助 或者是你在大賣場裡面都可以找到 然後它有分成生煙式跟感熱式的 那本來你把它裝在你家的天花板上 或者是黏在靠近天花板的牆壁上 它會偵測到火灘的發生 像是有濃煙或者是溫度變高 就會在最快的時間 提醒你發出警報的聲音 告訴你要逃走了 如果濃煙已經累積下來了 你被嗆暈了 你就再也行不過來了 喔 對 所以要裝設定 那一個我也可以直接 對 好 那我們遊戲快結束囉 只剩下兩題 好 接下來第七題 好 請問 遇到夏天哪一種狀況 需要趕快打119 A 老人家要到醫院看門診 B 牽牌的時候不能接到手指頭 C 有人突然昏倒叫呼吸 D 咳嗽靈體已經好幾天了都還沒好 好 有人回答A 有人回答C 來 那我們先問一下回答A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老人行動不變啊 所以就是要叫 我覺得你可能錄完就直接變消防員工 因為消防員他們最討厭 沒事亂叫做成功 真的 可是說他真的走不動也不能叫嗎 好 因為你本身是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C的原因是 因為他如果是昏迷的話 他可能有可能會掛掉 沒錯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是C 恭喜雅琳答對了 有人突然昏倒叫不醒的時候 才有符合我們叫救護車的條件 那其他的選項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我們119救護車的資源 是要留給非常緊急的狀況下來使用的 你有危及到你的生命危險的時候 不趕快去醫院有可能會死掉 這個時候才需要救護車 而且他的資源非常的有限 如果你叫了救護車 那旁邊的也有需要救護車的人 可能就要從更遠的地方來支援 他就會延誤就醫的時間 是我們其實有一些替代的方案 像是健康巴士 民間的救護車等等的資源 都可以利用 接下來是最後一題 看有沒有辦法反回一層 請問 現在我們推廣的民眾改CDR的口訣是什麼 好 A 叫叫ABC B 叫叫CDR C 叫叫CA 還有最後一個D 叫叫CD 答案是 欸跟我一樣 兩個都是回答A 因為就是有個Tutor ABC 公佈正確解答 兩個人都錯了 正確答案是D 叫叫CD 各位觀眾朋友其實也有看過 叫叫ABC這個選項對不對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是舊版的 這個至少5到10年前的東西了 對 其實叫叫ABC 他後來有被改成叫叫CAB 然後最後再改成現在的叫叫C 你們改了改 我先第一個叫 叫病人 先生先生先生 沒有反應 好請 第二個叫 麻煩旁邊的那位先生 幫我打119叫救護車好嗎 這裡有人昏倒了 那邊的那位小姐 幫我拿AD過來好嗎 好 接下來確認患者的呼吸 患者沒有呼吸了 進入第三個壓或是C 開始壓胸 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八下 九下 十下 接下來AD有人拿來了 進入第四個字步中 D 或者是電 將AD開機之後 貼上電極貼片 把插頭插到AD主機的插槽內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 好來離開 在分析病人心率 不要觸碰病人 建議電極正在充電 不要接觸病人身體 多敏 好奸 Sig 繼續CPR 幾下兩個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四下八下四下 用不簡卻進行肌廝寶 你 我們狗狗的分數只有兩分 只有狗狗 好無消防背景耶 狗狗很拼了 狗狗猜對了兩題 苦茶已經喝到剩下一點點的 狗狗已經習慣了苦茶喝多苦 那他看苦茶的量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誰打得比較多 除非他很喜歡喝苦茶 狗狗應該沒有辦法喝苦茶對不對 他是真的很好 好 那待會狗狗就要進行懲罰囉 登登 那我們就 我們輸掉的狗狗呢 已經換好了全套的消防裝備囉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衣服 感覺超級的破舊跟髒欸 然後以及我們這個叫反光條紋的感覺 已經完全失去了反光的效果了 而且都已經掉的差不多了 這是什麼樣的狀況 好 那其實因為這款消防衣 其實是大概十年前的款式 那其實現在以台北市來講 就是已經有換發新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破損的地方 其實因為我們在進入佛廠 在那樣子危險的環境下工作 出來通常用久了都會變成像是這樣子 夠夠爛爛的而且會髒 那進入佛廠裡面也會有一些 毒氣啊或是化學物質附著在這個消防衣上面 所以其實我們的消防衣 是非常需要清洗跟保養的 那像在台北市其實還蠻幸運的 有發了第二套的消防衣 可以讓隊員就是交替使用 但還有部分的縣是他們只有一套消防衣 所以其實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 重視消防員的職場安全 希望我們在協會的努力之下 可以趕快推動每個消防員 都有第二套消防衣 然後還有清洗跟保養的一個 SOP的流程 好 那我要穿這件幹嘛 好 待會你就要做浮地挺身囉 好 大家看完影片有沒有更了解 有關防衣的小失事呢 等一下 這誰說 要按這個 這個很重耶 跟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唷 這個好像是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不要玩了